欢迎来到我们的今天大新闻节目 今天我们将据交于几个引人注目的新闻热点 首先,习近平的经济政策似乎遭遇重大挑战 中国的工业利润在9月份骤降27% 这让市场对政府的刺激措施充满期待 随着经济放缓,未来的发展走向备受关注 接下来,华为的白手套企业遭遇台积电停止供货的重击 这一事件引发了业界的广泛讨论 许多企业因此感到不安 最后,金正恩向俄国派兵援助 局势再度升温 这一动作是否会引发更大的国际紧张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明镜新闻台报道 习近平的统治面临严峻挑战 经济的最后一根支柱即将崩塌 近期,中国电科爆出腐败窝案 前董事长和总经理被带走调查 显示出高层的腐败问题日益严重 同时,华为的白手套企业 算能科技因台积电停止供货而感到冤屈 显示出中美科技战的加剧 中国9月大型工业企业利润暴跌近三成 经济形势愈发严峻 种种迹象表明 习近平的经济政策已失去效力 此外,金正恩向俄罗斯派兵援助 显示出小独裁者在国际舞台上的无力感 中国新闻01则聚焦于中国对熊猫学院的制裁 这一机构被指责在教育名义下 推动台湾独立情绪 随着台湾领导人赖清德的演讲 地区紧张局势加剧 显示出大陆与台湾之间的对立愈演愈烈 同时,悉尼的危险思想节上 政治评论员和记者探讨了民主的未来 认为民主的成功是否让人们过于自满 最后,刚果东部的中国金矿企业 因非法采矿活动而引发的环境污染和社区冲突 进一步引发了对资源管理和环境保护的讨论 揭示了中国在海外投资中的复杂性 今日华尔街报道 习近平在海南提出的刺激计划引发关注 同时,在火箭军基地泄露的秘密 也让外界对其军事政策产生疑虑 中国市政债务违约问题频发 投资者面临血本无归的风险 显示出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愈发严重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稳定 也对国际投资者的信心造成了冲击 未来的经济走势充满不确定性 习近平关于健康中国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明报》报道指出 这本书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 涵盖了习近平自2012年11月至2024年9月期间的 292段重要论述 涉及健康中国建设的方方面面 书中强调 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党的领导曾始终将保障人民健康 置于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推动医药卫生体制改革 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卫生体系 显著提高了中国人民的健康水平 这一系列论述不仅具有深远的思想内涵 也为新时代中国的卫生与健康事业 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明镜电视的报道中 李传良的贪腐问题引发关注 知情人将其与郭文贵相提并论 暗示可能存在诬陷的情况 同时 习近平在常委谱系中的强硬举措 也引起了热议 栗战书几乎遭遇危机 张又霞与习近平之间的矛盾 更是让人揣测不已 节目中讨论了这些高层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 揭示了中国政治的风云变换 令人关注未来的权力格局 新州网则报道了一起 发生在江苏扬州的交通事故 一名司机因制止孩子打闹而失控 6秒内撞倒3辆车和4名路人 造成严重伤害 这起事件引发了网民的热议 许多人将焦点放在了司机的性别上 认为这表明男性司机 同样可能犯低级错误 甚至为女司机平反 事故的发生 不仅引发了对司机责任的讨论 也反映出社会 对性别刻板印象的深层次思考 令人深思 美国之音中文网 30年前 李志隋医生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揭示了毛泽东显为人知的一面 成为理解中国共产党极其历史的重要文献 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独裁风格 与毛泽东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使得这本书在当今中国的政治背景下 重新获得了重要意义 学者们指出 习近平在多方面模仿毛泽东的做法 甚至在口号上也有相似之处 然而两者之间的社会环境和个人能力 却存在显著差异 习近平的政治环境更为复杂 网络的普及使得民众的思想更为多元合集体化 美国之音中文网 在分析毛泽东与习近平的宫廷政治时 李安有教授认为 习近平的权力集中程度和心理状态 比毛泽东时期更加复杂和险恶 毛泽东在权力巩固的同时 因清洗一己而感到不安全 习近平同样在反腐败的名义下 进行大规模清洗 导致他对身边的人充满不信任 这种心理病态使得两位领导人在施政过程中 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彼此之间的恐惧和不安 加剧了宫廷政治的复杂性 华尔街新闻 近期中国的工业利润大幅下滑 降幅达27.1% 市场对政府经济刺激措施的期待不断加大 与此同时 香港计划出售重要土地 以促进北部大都会的发展 吸引私营部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 此外 沙特阿拉伯的首个香港ETF 在市场上受到热烈欢迎 筹集了13亿美元 标志着中东与香港之间资本流动的进一步加深 这些动态不仅反映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 也展现了相关地区 在应对经济波动时的策略和机遇 今日华尔街报道 中国9月份的工业利润骤然下降27% 这一数字是今年以来的最大降幅 令市场对经济未来的走向感到忧心忡忡 尽管如此 政府的刺激政策似乎让人们对经济复苏抱有一丝希望 在此背景下 沙特阿拉伯的首个香港ETF吸引了大量投资者的目光 短短时间内就筹集了13亿美元 显示出国际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信心依然存在 此外 融创中国在上海推出的豪华住宅项目万象城 在三小时内受庆 这是否意味着房地产市场的回暖 还是仅仅是短暂的热潮 值得深入探讨 商报的报道指出 印尼的VKTR公司成功中标 将向雅加达的公共交通公司Transjakarta 供应20辆比亚迪电动巴士 VKTR总裁哲勒西W Setayuna表示 这些电动巴士的交付 将有助于减少雅加达的交通排放 并且该公司正在积极拓展 其他商用电动车的订单 显示出对可持续发展的承诺 尽管VKTR的收入和净利润 在2024年有所下降 但其在印尼电动车市场的发展潜力 仍然受到关注 尤其是在政府政策推动下 商用电动车的需求有望回暖 明镜《想点就点》节目中提到 中国的工业利润出现超过三年来的最大跌幅 这让市场对政府刺激经济的期待日益增加 同时 年轻的Z世代在面对经济放缓的情况下 却透过忙和和小玩具等情感消费方式寻求慰藉 这种现象反映出当前消费者行为的变化 此外 香港政府考虑在立法会选举中为内地居民增设更多投票站 这将可能影响居民的投票权益 社会各界对此均表示关注 未来的发展将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 新洲网报道 广州南沙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重要枢纽 依托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政策支持 迅速发展成为现代化城市 南沙区近年来实施了多项支持政策 涵盖创新产业 高端制造和跨境金融等领域 推动了区域基础设施的升级和产业生态的完善 此外 南沙客运港自今年8月起实施的外国人 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为国际旅客提供便利 显著促进了旅游业及国际商贸交流 提升了南沙的国际吸引力 在南沙港口的发展方面 新洲网指出 南沙港已成为全球集装箱枢纽纽港之一 凭借其广泛的航线网络 南沙港连接了多个国际市场 成为大湾区通向国际贸易的重要通道 广州港股份有限公司的副总监刘瑞表示 南沙港区线已开通198条航线 其中163条为外贸航线 尤其在东南亚区域 南沙港的物流枢纽地位愈加凸显 南沙港还在推动智慧和绿色港口建设 采用先进技术提升运营效率 助力可持续发展 星岛日报的报道提到 启德海湾项目在周末成功售出10个单位 套现超过6265万元 显示出市场对该地区前景的信心 其中一名投资者 斥资超过2000万元 购入4个一房单位进行长线投资 而一套三房单位也以1200万元成交 持价达到20478元 启德海湾项目分为两期开发 提供2138个单位 目前第一期的销售情况良好 预计到2025年3月31日将完成交付 显示出该地区房地产市场的活力和潜力 谢谢大家收看以上节目 这是我们的编辑团队为大家搜集 整理的 认为有价值的信息 观点 但是并不一定代表我们立场 不作为任何行为的建议 欢迎大家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订阅我们的频道 谢谢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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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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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